每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下旬 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陆的森林深处 冰河消融 生活在这里的驯鹿 也到了集中产载期 而陪伴着他们的 是中国唯一的始路部落 罗文克族的始路人们 近日 记者走入深山中的 俄文克族列民点 见证驯鹿种群的新生 为了让产载期的驯鹿 有充足的食物 爵乐和表弟达林马 迁到了新的列民点 为新生的小驯鹿 搭建了新家 他们担心小驯鹿和鹿妈妈受到惊吓 决定按照老一辈始路人的法子 徒步陪着驯鹿迁徙 驯鹿被俄文克族人称为森林里的精灵 对于始路人来说 他们既是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 也是重要的家庭成员 在我们俄文克人眼里 他就是我们的期间 作为有着古老狩猎文化和始路文化的族群 时代变迁 让狩猎文化成为历史 很多曾经的猎民离开山林 但以苔显为时的驯鹿 却无法适应山下的生活 为了传承珍贵的始路文化 年轻一代的厄文克族人 又带着驯鹿回到了森林 过去我在山上的时候 年轻人很少 突然这几年 孩子们上山的就多了 我感觉这是好事 而且这些孩子 我说马路也带他带我妈 在他老的冰前待了 也是很长时间 他这个名字都是他老的 九 爵乐是八零后 达林马是九零后 哥俩是这一代始路人的中间力量 一直在尝试着 用更科学的方式饲养驯鹿 经过他们的努力 今年驯鹿的产载量有了明显提高 现在这些人就是努力的 就是让这些生出生的新的小路 少损失 让他的种权能继续扩大 这个种权大了以后 相对来说 以后就不用特别担心 这驯鹿从中国消失了 我希望00后也能就是继承这些东西 正在读高一的厄文克族姑娘 纳斯塔是00后 从小在驯鹿群中长大的他 心中埋着一颗文化传承的种子 这些年他学习了 口弦琴这一厄文克族传统乐器 还将这一元素 融入到自己喜爱的舞蹈当中 他希望自己完成学业后 能够回到森林 传承实录文化 面对高考以后选大学的方向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选兽艺 选兽艺的话可以守着驯鹿 然后每天在他们身边 也可以壮大种权 第二个方向就是选舞蹈 把民族文化和实录文化 就是放到舞台上 然后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如今德文克族群 既有如德克沙一般年过六旬 仍要上山照顾驯鹿的老一辈猎民 也有如绝勒和达林马一般 为驯鹿种群延续而努力的青年猎民 更有如纳斯塔一般 将民族文化的种子 埋在心中默默发芽的少年一辈 一代代史录人 在茫茫的内蒙古大兴安岭中 一次又一次的 如今日一般迎接驯鹿种群的新生命 又一次次用祖先的语言 传唱着幽远歌谣 他们与森林为伴 与驯鹿相亲 他们知道 只要歌声和鹿铃声 依然在山林中回荡 史鹿文化就会一直延续